王树凯 65岁 退休金3300元 婚姻状况 离异 居住地长春 住房面积54平米 这一进王大哥家 简单转了一圈后 王大哥就告诉红娘 家里一半的家具 都是他制作的 这个大衣柜是我自己做的 工艺不如人家的好看 但是这是真正实木的 这是实木的啊 这是咋开啊这是 他们就是商店卖的那种家具 它那种东西都是木居墨的 集压成型的 就是那种别人不要的那种碎墨 压在一起了的 对 都是那种 他们就叫它号称实木 实际那就是居墨的 居墨的 像这种的就是自己 也是让人家给裁割 自己那啥吧 对 我要好尺寸到那去就 采好了我就拿过来就组装了 这也是 这也是那种 这个凳子我是为了方便 螺着用 螺着用啊 螺上高 买那种凳子没有一个 那么螺起来的 还能螺 那你这上高你咋上去啊 再摆一个凳子就上去 上高过冬 对 修灯工作 我做高空作业的时候 一直在家还分高空作业呢 换灯啊 换灯泡啥的 对 这个 这也是 看上去是一个大 那个大衣柜 是一个打开这里边就是仓库 这是自己改了个仓库啊 对 看上去这是拉门 这是我自己做的这一套 拉门也是自己做的 对对 都是自己上的这种就是链啥的 对 就是自己用着心里边舒畅 用着心里边 有一种成就感 以前的时候是干啥的工作啊 以前我是个电工的 电工 电工 电工跟木匠工这些活 不是哪边的 因为我的外祖父是木匠 所以小时候就经常跟外祖父在一起 他干的活就带着我了 因为我帮他干点活简单的干点活 所以就一来二去就明白不少 因为小时候的耳濡木染 王大哥学会了木匠的活 并且在生活中学以致用 他还告诉红娘 自己制作的家具价格实惠 质量也比外边买的好 这不啊 王大哥向红娘展示起了 他最满意的家具作品 这个桌子我是最理想的使用 餐桌 这是餐桌啊 这不门吗 这是我就改变了一下 原来是四条腿 麦她的四条腿 我就用一个像棍儿似的 是那个就当代替桌腿了 代替桌腿了 小房间嘛 充分利用所有空间 双层面 双层面 能打开 我给你展示一下 打开看看 我看看 这是旋转的 这样就可以放大一倍了是吗 对 那这个是从哪看着呢 就是商店卖家具的地方 我看有四条腿 有这么桌面 要一千三那时候 现在可能是高一些了 我说这个东西就四条腿 加面要一千三有点太贵了 我看一会儿回家 我就琢磨这面是咋个事儿 咋个事儿 咋个事儿 我说就是轴 这轴在这儿 这块原来 这个圆轴 全点轴在这儿呢 这个看不见吗 看不见 我说弄明白了 我自己做一个吧 就是开始找个地方买料 就做了一个 自己擀木骨啥呢 买的时候它得裁现成 要得啥尺寸 它可以裁啥尺寸 那你这个的话 就是整个制作下来花多少钱啊 大概四百元左右吧 那省不少钱呢 这个一块啊 省钱但是 那个材质比得好 材质还比得好啊 对 买那个都不是真正的实木 这是准准的实木 这是准准的实木 对 就喜欢这个 啥都想喜欢做动手 喜欢研究 有一个 有这个动手 动手能力强 还好 有什么 感谢观看